上半場的紀錄就是0比0 馬上有些事情想問一下家明 家明,我們沒有看得那麼清楚 但我們很明顯發覺 意大利的球員的信心 看起來好像沒有發覺那麼好 是不是真的主場那麼大關係 當然主場是很大關係 因為看到法國隊開球的時候 真的很有決心 全程壓著意大利 當然我們覺得意大利是要防守的 看定情況 10分10分鐘 就可能 可能就是 就是 下一個的情勢才會想 才會擺放 但是 講得很特別就是 意大利的中場 我看見這麼多場球在香港 都看見意大利的中場 完全不是很集中去拿球 他們後防四個球員 但中場就不夠球員去拿球 所以全部都是從後面打到前面 但是我們見到維亞利和 迪比亞路兩個 只有兩個 很難應付到 被法國的後防 很多時候瓦解到 相反 就是完全 中場就是由這個押注 看看上本場那些比賽就是 只要當時如果法國人能夠有機會 把握機會 法國人應該是領先的 我曾經看過的資料 迪比亞路之前 就要復抗生素 所以我想他是剛剛病遇復出 但是小春 因為有 他後來就說他已經停了沒有吃 他之前吃過就是因為他有病 但是 不是那段期間 就未需要驗 這個就是開賽球的時候 走掉了 斯丹斯丹這個球 控制很漂亮 當時 嘉明 嘉明 是 我們給點時間 阿叔吃一點點東西 我們看看全場的精華變團 好 好